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應超球會車路士在今個冬季轉會槍 繼續花上巨資來積極隱瞞 線後簽下法國年輕首將巴迪亞舒里 科特迪亞前鋒大衛科芬那 八世中場小將安祖山道士 和從馬體會告價借入葡萄牙前鋒祖奧菲利斯 而最新的一單收購就是從薩克達 以合共高達1億英鎊的價格 潛入烏克蘭易鋒梅特尼克 二日連串的隱緩 令車路士在本賽季 在轉會方面的總開支高達4.25億歐元 德國轉會市場網站盤點了力尼 一致球隊在單一賽季的總開銷排名 而今季車路士的4.25億歐元總花費 毀裂史上的第一位 而排在第二位的有1718球季的巴塞隆那 他們當年花上巨資引入奧士文迪比利和菲利比古天奧 該季的總轉會開支達到3.8億歐元 至於歷史上排在第三位的 就是1920球季的王家馬德里 當季的王馬先後簽入了哈薩特 盧卡祖域 米列達奧 菲蘭文迪 和諾迪高 一共花了3.56億歐元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好球不等人 會不會再加上海 謝謝小日文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